我们都知道塑料垃圾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分解 人们也开始响应少用塑料实施零垃圾的计划 马来西亚零非料组织今天就举办了第二届零垃圾嘉年华 信仪众的环保人士以环保的方式售卖和购买物品 此外现场还有讲座教导企业如何以零垃圾的方式运输货品 虽然零垃圾计划能够提倡环保 不过零垃圾商店还是以散装的方式售卖商品 因此成分说明标签是消费者的顾虑 为此主办单位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马上去看看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 市面上开始强大减少垃圾的费用 不过要真正落实零垃圾却不是一件容易事 马来西亚零非料组织今天在吉隆坡举办第二届零垃圾嘉年华 里头的商家都是以无塑料的零垃圾方式售买商品 鼓励消费者在生活中实践零垃圾 我就会考虑很清楚我是会用多久 然后它会耐多久是否耐用 然后比如说它是什么东西做成的 然后它在废弃以后是否就是能够自然的分解 等等就会考虑比较多东西 一般老百姓在购物时可以自备环保带货容器 减少塑料垃圾的生成 但企业在运输货品时又要以什么方式实施领垃圾呢 我们的planning要有很好的system 好像说一开始就决定要做3M filter 那么initial invest这个cost已经put into consideration 如果我们order那么多plastic water water 它也是同样的一个cost来的 so那个3M filter我们invest的时候从美国 然后也买了它的second year的replanish 我们算起来那个cost其实是很similar的cost on top of that我们没有用plastic 目前一些酒店和餐厅已经全面落实零垃圾计划 马来西亚零备料组织为此推荐零垃圾认证系统 他们希望有关认证能在7月落实 让消费者分辨有关企业是否实行环保计划 不过响应零垃圾的商家 一般都会以散装的方式收买商品 而这些商品没有成分说明的标签 会不会造成消费者的疑虑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了这个解决方案 更督促商家著名商品成分 从今年开始零垃圾商店已经开始自主的 在他们的大包装的外面 因为他们的商店都是有大罐的 他们就会在从供应商那边拿到货源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有一些袋子 他们第一次拿到那个袋子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上面的那些资料剪下来 然后贴在那个罐子外面 让顾客知道这个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 那成分有什么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注明 这次的货是什么时候制造的 该组织接下来的重心 将会是为企业提供减费服务 减少大企业生成的垃圾货废料 第二届零垃圾加年华将举办至明天 主办单位希望民众可以前来参观 增加对零垃圾的认识 MTV7采访到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